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腾叔叔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有关于社会题材话题的电影《逆行人生》 究竟是逆行人生还是逆行人生呢 我们等一下见分享 Let's go 逆行人生请到5号厅 请起发又等了 5号厅 我觉得还蛮好的 首先我觉得这个片子它比较好的一点是 最近很难有一部片子能把目光头像真正的普通人 但我觉得问题是剧情性不强 对 它故事性不强 第二个你知道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吗 我觉得这个电影推背感好强 特别一开始他骑那个电瓶车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按摩尉正在做按摩 然后我觉得这部片子他们一家其实是有兜底 他们至少有三次机会 第一次机会就是不开心这里 他哪会这么漂亮 不是搞直播 太可惜了 后来他真的搞直播 第二个就是他在网上突然火了 说自己是纳索摧花 那是别人拍的视频 对 他自己也没开上 对 那个小哥提你拿 就说你赶紧出色一个号 7号我觉得应该很容易 他最后啥意思 又可以去当程序人了 第三个机会就是写那个程序的时候 当时我还在想这个程序其实可以拿投资 就像你刚才提出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把这个程序卖给平台了 然后拿这个去变现 所以我说他们家是有兜底的 自己身上是有真正的技能在 但是他们家的情况还挺迫切的 快断购了 需要必须马上要赚走钱 不可以等 不可以等旗号什么东西的 他写那个小程序的一点后就知道 后面肯定就是要编线 对对对 然后重新当程序员了 对啊 不过他们家有很长的兜底 其实也算不错了 就是更多的普通人的话 可能就比较困难 对啊 就像那个南京的 对啊 家庭那么穷还要看病 一开始我以为是南京的 听这个人说的一句话 对我开始也认识是南京 后来我在找南京的建筑特征 不像我印象当中的南京啊 到后来一搞苏州河 再后来一看 数码民主电视塔 好家伙 原来在上海 你看这七细节的这些都搞起来了 嗯 究竟是逆行人生还是逆行人生呢 对于有的人来说 送外卖这样一份工作 是生活的兜底 而对于另外的一部分人来说 它只不过是切换不同生活的过渡期 影片把这两种逆行的人生放在一起对比 不同的人生同样在为生活奋斗 最终每个人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逆袭 所以此刻我理解了海报上笑脸的意义 俗话说 纸上谈兵 有如纸上谈兵 而下集 我将采访一位在北京送外卖的台湾小哥 听他讲在大陆送外卖的真实独家经历 最后我们再跟这个小哥 一起体验一下抢单取餐的外卖生活 我准备好故事 你准备好酒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请不要忘记点击加关注和一键三连 咯